咱在挑选这个海肠的时候 就是说一定要选这个肉质比较厚一点 我知道就是说海肠一般买一定要买活的 对对对对 这样的吃起来呢 它就是说口感比较爽脆 对我超级爱海肠 切三厘米吧 OK好 三厘米的段 其实啊我们大家一说起这个海肠呢 就知道它可是被称作是裸体海参的 那之所以是裸体海参 就是因为它营养价值的人太无敌了 那对男性来说呢 它有那个补洋气的作用 关键一点在日韩地区啊 他们日韩的人们是非常喜欢吃海肠的 而且海肠也算是焦东一带的 这个焦东半岛的一个特产 对对对 那咱们在宰扎海肠的时候 有没有有些注意的问题大叔 宰扎海肠的时候吧 就是说先去掉两头 然后呢就是用这个刀啊 我们把它这么夸 这个藏签一定要把它全夸干净 两边啊之所以要改成这样的刀呢 目的只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让它看起来呢 更美观一些 我们在家里就是切刀也可以 切在这个长段 这顶刀切也可以 也没问题 也没问题 不会影响口感 我们在切的时候吧 你得预算出 因为什么它一酸水 一锅热 酸水 你觉得切得稍微长一点 它这样出来就好看一些 好 没问题 留出来一点就行了 好了 好了 我们这些就够了 第二步先把这个这个腌肉 培根 培根 我们也把它处理一下 嗯 顶刀切 顶刀切 好 跟这个海肠这个它搭配起来就可以 好 这个培根其实算是一种 就是烟熏的那种咸肉了 它就是腊肉的一种 腊肉的一种 然后就是用这个风自然吹干 对对对 它就是在因为选这个选料的时候 就是这个猪腹肉嘛 它香肩比较均匀 肥瘦 所以它吃起来 对 口感呢就是说比较滑嫩 对对对 这种肉一点都不腻的 我很喜欢 好了 那这边大厨呢 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一锅汤汁 你要加点白醋 对 先把这个海肠涮一下 为什么加点醋呢 它粘着太多 可以去一下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粘一点 去粘一点 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水 原来很重要 不要让它开锅 就是说很多厨师在做的时候 一个误区就是开锅之后 很难掌握 就是它容易老 对 就是我们在这 碗水 你看现在这个海肠吧 它就是有点扁 对 碗水下去之后呢 它稍微一起 我们马上出锅 就是烧一起 然后一刻的 那现在我们就要准备好 这个动作了 对 这就可以了 这就可以了 来简单的 刚一下之后这么一烫 赶快够凉吗 对对 这个这样主要是 保重它的口感爽脆 这个呢 我们得拿出来 把它 就是说把这个水分 吸干一点 为什么要吸干呢 你拌的时候 它就入味 有水分 你这个拌这个字 它就不准了 对 好 再把它这个拿一下 压一下 吃 给它擦干 擦干 就可以了 好嘞 这样我们就放在 这个热腔盆里头 就是做好准备了 它其实现在就可以吃的 对 放在里头 好 把这个水分 去除掉 这样你做热腔菜的时候 它就不至于稀释 你那热腔汁了 这边你需要把这个培根 要炸一下它吗 对 走和油吗 炸之前就是我们这个坑 就把这个副料 我们处理一下 副料处理一下 好 这副料其实今天还是挺多的 有这个彩椒 都是切细丝 今天这个副料 就是热腔菜中都要用的 这个其实在家里面 你就看你家里面 有什么蔬菜就行了 对 就是起到一个颜色 清鲜 然后这个鱼这个海鲜它互补 对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 放在这个小碗里 现在油温送回来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腌肉 过一下 这个腌肉我们要过油干嘛 一般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直接煎就可以 为什么要夹它呢 直接煎一下也可以 这样呢 就是说我们要更好控制它 稍微一下 OK 好 没问题 但是这边这个油温 应该怎么控制 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油温的时候 五重油温就可以了 五重的油温 稍微滑一下 滑一下 不要扎的太干 五重油温其实它那个迹象是很平静的 是不是 不是说特别猛烈 对 你要是松下来油温把它就弄得就没这么滑了 就发干 对 培根就收缩了 你看这个东西有弹性了 它是不是也就是烫一下 走那么一扎就完事了 对 你就烫 够方便 这样子你就能保持所有的食材 它那个控制住它的成熟度 那也是放在我们这个热腔盘里面 对 对 把这个也放进去 OK 把这个干辣椒丝 也放在这里边 放在这里面 这就是一会热腔的时候需要浇在那个腔的表面的 对 那么现在我们就说再一步就是说 挑这个热腔汁了 热腔汁 这一定是这道菜的灵魂了是吧 对对对 好 这个苦菊需要处理一下吗 苦菊直接放在这里面就可以 放里面 现在就可以放进去 把水分控干 好 好 苦菊 直接我们在家里面弄点那个海米啊 尽管海米什么的直接一拌也是很好吃的 对对对 好 鸡辣开始调一点 我觉得这个鸡辣大家有的时候对它会吃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每个人吃的程度不一样 不一样你根据肝炎口味 爱吃力多放一点 我倒还挺爱吃鸡辣的 下午餐鸡辣感觉很通透 加这个东谷一品鲜酱油 这个一品鲜的酱油会有跟不一样的吗 挺鲜的 我们用味打美能不能 味打美也可以 可以 但是这个吧 鲜度比较适合这个做这个海鲜一种人 海鲜类的 用这个叫东谷酱油一品鲜 对对对 来一点 好 这大概是两汤之左右吧 对 加一点 手加一点这个美极鲜 美极鲜这个品鲜用的比较多了 少加一点 一点 这个为什么不能加太多呢 它咸度很高 对 稍点一点起鲜就可以 提提鲜的就是美极鲜的酱油 这个得放一点白醋 白醋 还有点吃生鱼片的感觉 白醋加起来 对对对 白醋放好它五六克就行了 好 白醋来一点 为什么我们不用老橙醋呢 老橙醋它拌这个味它不适合 老橙醋拌那个折头啦 拌那个什么 木耳 那个行 把这个吧 就是说不需要白醋清霜一些 它会不一样 是吧 我们再说加一点这个 糖提鲜 糖提鲜 放好两三克就行 就是提一提那个味道 嗯 好 这个可以给它倒一倒 把它搅匀 一定搅匀它 咱们今天没有提那种大蒜 我倒觉得有说 做这些酱菜愿意放大量大蒜是吧 也可以放点大蒜 因为大蒜吧 它也是一个刺激性的原料 对 因为咱有腊根了 就没那个必要了 切死也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副料 用油剂一下 用它剂一下 正式的开始热酱 对 那我们应该把它铺在这个菜上面 也可以 是不是 可以可以 我们就直接把它铺上去吧 对 好 铺上去 OK 表面 把这个已经切好的彩椒丝 彩椒 嗯 调 还有这边的干辣椒 哎 一定要放在表面 那这种热酱 需要淋上去吗 哎 你淋一淋一些 淋一圈是吧 好 用您的吧 这个量 哎 这个量不要 始终觉得能拌开这些 根据这个原料多少 好 换好 好嘞 哎 哎 哎 能闻到那些鸡辣的味道 很浓郁的 要像这个油还是需要挺多的是吧 哎 不需要很多 就一把这个香味把它积出来 嗯 提提香味 这个油温必须要打到七成或者八成油温 七成八 就是最高的一个 对 你要是油温低了吧 就就就 它就积不出香味了 哎 我在想说我要不要放了花椒之类的 是不是也还蛮好的 哎 你根据更加口味这个东西 再来一点 来一点麻椒 哎 对 那就好了 好嘞 八成九成的油温放上去 自拉的一下 在那个干辣椒上面很重要的是不是 那这时候我们在吃的时候这样一拌就成了 是吧 你要是喜欢呢 可以用那个黄瓜呀 切在小薄片贴在周边做点缀 对 如果是觉得哎 没必要了这样子也可以 是不是 哎 好 完全没问题 我觉得还不错 我们就不如先给大家尝尝好不好 好嘞 咱先尝尝看 来来来 好嘞 一段一段海肠了 嗯 好吃 比较腿 后感爱 有那个烟熏的那种培根的那种很浓郁的味道 对 加上海肠的脆 对 还嫩的 这种凉拌赛 谁把爱的 养生培根热呛海肠的制作步骤是 第一步 海肠洗净后去长线 切成三厘米长的段 投入温水中超烫片刻后捞出过凉 然后吸干多余水分 放入碗底 第二步 培根切成三厘米左右的段 油温五成热时 下入培根略意炸制 就可捞出控油 放在海肠上 还可搭配适量苦橘 金红椒 干辣椒丝 第三步 小碗中挤入适量辣根 两勺冬古一品鲜酱油 少加一点美鲜酱油提鲜 五克白醋 少量白糖 搅拌均匀后 浇在培根海肠上 第四步 锅内底油烧至七八成热时 浇在菜底上 只听嘶啦一声 浓底的香味便会扑鼻而来 那么今天就是第一道 一会我们要